现场有多少观众呢 我们会把这个陈 叫陈玉扬啊 这小哥们 不是小哥们 小朋友 我们还会请到现场 然后他哥哥如果有时间 还可以作为我们的解说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2034 中国组小将战歌 这是好声音的歌手张扬 他创作并且首发的歌 然后呢 这个陈玉扬的小朋友演唱 非常有激情 这首歌呢 也曾经我们做好几百MV 然后也让很多的朋友 通过这个MV呢 了解了这个参加2034杯的 这些球队 这些孩子啊 这些努力拼搏的这些场面 好吧 挺好听的是吧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会连线志鹏 让他介绍一下 这个2034杯北京赛区 嗯 然后呢 这个有可能 这个连线的时间会稍微长一些 原定呢 是10点钟跟那个叫王储奇连线 没关系啊 这是天不长夜长 不着急 总是有朋友说 哎 什么这样那个 什么流量 在我眼里 什么什么是流量 我就是流量 我也不在乎 谁通过什么方式 获得流量 如果说他妈自媒体 无良自媒体 都能通过骂我获得流量 那我通过主动连线 我愿意把流量给 我认识的人 不挺好吗 不是我认识的人啊 就是认可我的人 不挺好吗 走 董哥您好 你没买支架啊 我在酒店呢 我没在家 你怎么现在自己 怎么吵架了 弄酒店去了 我们刚弄完 刚弄完场地 这个场地离市区比较远 所以我和沃尔肯 就在这个附近 开一个小宾馆 小招待所 可以 一会让沃尔肯一连线 说一说 10年 不是 10队备战 2034V的情况 他就在我旁边 然后那个 北京赛区呢 是比较高效的 来组织的 一方面能够体现出来 我们乐波的这种 组织赛事的这种效率 另一方面呢 也能够客观地反映出来 北京的这个低龄的清训 目前还是比较如火如荼吧 是吧 对 然后呢 这个比赛 因为有小灵九的参加 然后因为有 这个 进军总决赛的 这个名额的竞争 我想可能 这个赛区 也能够呈现出来 一种精彩分成 也可能会有 很强的不确定性 然后你怎么评价 这个年龄段的 北京的清训的水准 其实我觉得北京的孩子嘛 就个人球员 其实是呈现一个 比较多量特点的 还有个人球员 其实优秀的很多 我认为他们的潜力都很多 就很大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第一 就是北京的球员 在这个早期 比方说一到四年级 这种训练的时长 和家庭这种 对足球的这种 期望企图心 投入不够 就北京的家长 可能都有学历高啊 或收入高 各方各业 他们觉得 我们先要足球教育 足球快乐足球 当有些突出的孩子 在三四年级以后 出现而出以后 他们才开始去 逐渐的去分流啊 或者说 比较专项的去投入 但是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就是说 北京优秀的孩子 他比较分散 因为的确 北京的俱乐部 其实还是挺多的 包括他在学校里也好 这个各个民间俱乐部 有什么英国的呀 西班牙的呀 什么日系的韩系的 他种类多样性比较多 孩子们就是 都分散在各个俱乐部里 包括说足鞋队 可能比较说20个队 20个队员 可能分散在 12、3家俱乐部 和15家俱乐部这样的 然后我今天 我下午 我抽空 我看一下名单 我发现 基本上每个队都 我认识 我了解的优秀的球员 这16个队里头 我基本上每个队都有认识的 所以说刚才班迪说的呢 大部分还挺对的 但是有一些 他是说错了 比方说那个UP呢 正是有 我看起来有个四五个 北京国安10的队员 而不是中龙 中龙正 可能有些队员也被关 选中过 但是他们后来 好像还没有签 其实UP队是一个 我认为是比较强的球队 你觉得这16支队伍 能反映出来 北京的最高水平吗 这个年龄段 我认为95%的优秀队员 都在这十几队伍里头 那可能有一些队员 是不是是81的可能没来 81的包括小将的 包括小将的 81的小将才占5%吗 我只是这个之外 这个之外的 好 咱们看看啊 这个16支队伍分别是 艾提克10的 然后中龙 UP太空翼 一一 U11 然后梦想家 艾伦 然后还有艾提克地毯 还有北京麒麟 还有北京中龙 那是两个队 中龙是吧 中龙是一个U11 U12 一个U11 U12 然后还有太空翼的U12 还有奇典老队员俱乐部 这个奇典老队员跟国安有关系吗 没 我没啥关系 没啥关系 然后还有艾提克的 一一的队 对 然后还有清荣 清荣 管理回联 北京同兴 远胜 远胜11 一一战狼 一一战狼 这里头的队 我自己带着就是 小将北京这几个选拔队的队员都 打过有一半了吧 打什么 我跟他们交手都有一半的球队都交手过 远胜咱们在基地踢过 对 前两天还踢一场 同兴 同兴 同兴没踢过 但是我 他们是不错 同兴可能是 同兴可能是来的是 我记得有一次是 0910吧 还要是 0809 0809 环宇回联一直以来都是北京的比较强的队 对 然后清荣 清荣呢 我那个是最早的小将的那个叫李 李什么 Leo Leo 在这个队 李润泽 对 李润泽 李润泽 然后就是艾提克的队 艾提克的队在北京还是很厉害 对 然后呢 你说一说吧 这个重点 这几只队伍 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你先这么说 你先说一下咱们 你组的这个梦想家联盟 队员都来自于哪 好 我先说一下梦想家联盟啊 我们的 除了一个小一龄的队员之外 全是一一年的 然后小将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一年队员有 宋洪瑜 张宇田 陈小北 沙明 焦子如 李子宁 他们六个 还有一些北京不错的队员 比方说我们小门将 也是 这聂志宇是一个咱们应该是 北京市族协还是校园精英的一个门将 就是北京市算不错的门将 但他个子小一点 包括还有 以前在周宁知道呢 周宁运动空间的 刘锦萨 刘锦萨 还有一个李子洋 还有我们那个国安主教练 谢峰指导的孩子公子谢志豪 这一年进步很大 谢志豪的儿子参赛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一个 属于这个校园里的孩子一年的还不错 就是因为就是 我们想体验体验锻炼锻炼 我这边有一个唯一一个小伊林的队员 叫刘佩庚 我觉得这个孩子很优秀 10年9月的 他据了解是北京市族协伊林队的中场核心 据了解 这孩子非常全勉 身体真实 态度专注 然后认真 然后民众能力很好 学习能力很好 这个孩子不错 然后我刚才好多人问咱们明天北京赛区在哪儿 我觉得很多咱们就想去看 我也我觉得也欢迎大家来 我先就说一次 就在大家可以电子地图啊什么的会搜索 北京麒麟世纪少年足球俱乐部 这个位置都快到香河了啊 但是是通州的西极镇地区 就在京哈高速的边上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北京麒麟世纪少年足球俱乐部 这个是可以观赛的 是在这个场子外面有围网啊 可以在围网外面看 然后停车位也非常的充足 我们的入场啊 我们的秩序 包括硬件软件 今天都搞定了 可以 那个大家不要着急啊 你跟那个王储奇说一下 我得先把我的这个事连完 好吗 我在连他 你们不要着急 好吗 好吗 不要着急 如果他失恋中没有时间了 我们就改天再连 不要着急 好吗 因为明天我们就2034为北京赛区了 好不好 别老在这儿跟催命似的 好吗 好 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我们这16支队伍的这个简单的赛程 说赛程的过程中 我把这些球队我关心的 或者我比较关注的球队 重点球队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第一场是明天早上八点半开始 然后我认为比较优秀的队伍也是种子队 一号种子队就是艾提克2010青银队 就是以前又安的那个队伍 那个队伍不是说有一些队员已经去了八一吗 那是两年前就去了 但是现在我 因为这些队员老踢过啊 跟我们就咱们一这些孩子老踢 我觉得他大部分的这个 这个我认为的主力还都在 中了七八一的除了又安嘛 除了又安之外我觉得都在 这支队伍还是我认为很优秀的 因为跟他们打的时候 他们这支包括那个 方指导啊 方指导他们的主教练 他们对这个队伍的这个打造非常好 他们的二四要预也好 他们的打法很清晰 只是说他们的队员 比方说他们在10里头 他们的身体肯定是不占优的这个队伍 但他们的思路啊 他们对这个比赛的阅读理解 这个团队啊什么都很好 我比较欣赏这支队伍 然后有人说 有人说八一的去了八个 就是艾提克去八一去了八个 是吧 有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这 现在这些队员我看名单 我都都比较认识 就是去年 去年我们 在北京2034赛区去年的那个 我解说一场比赛 这些队员大部分都在 就去年的那个阵容 还是今年的阵容 除了又安吧 又安 那这个队 这个队可不好 这个队可是有实力的队 这个队 我认为是 整体来讲是 是很优秀的 嗯 比方说我用咱们 就刚说那几个小将踢 我觉得踢他们是 我觉得是 有压力的 很有压力的 嗯 整体来讲是不如人家的 整体来说 嗯 然后接下来的他的对手 明天上午八点半的对手 是北京中龙的一队 这个一队里头也有几个我认识的孩子 他们基本上都是在金开或者艺庄附近的一年的孩子 也是应该都是在一年北京百队杯应该都是前八的水平 哦 那他这个 一灵的艾提克精英队 要打这个一一的中龙 那应该还是 我觉得对应该是 而且那个队也是 我觉得应该是最近刚捏在一块的 可能 哦 好了 嗯 那下一组 然后同时开着他这一 他这个四分之一半区 还有北京阿普 就咱们是四分之一 有四个半区 每个半区出一个四强 所以说这个第一个半区呢 就艾提克伊林可能会跟这个北京阿普预兆 北京阿普就是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国安 我看有至少四五个 那阿普是一个谁 谁做的俱乐部 什么情况 以前不太了解 应该是家长们 应该是家长们组的吧 是不是徐亮的 跟徐亮有关系吗 有有点关系吧 这里头很多孩子在徐亮指导那练 练练 那徐亮不去吗 应该去 我不刚说 可能说徐亮知道明天会到现场 我一会儿我问问他 反正这个队 亮哥你明天去那个2034北京赛区吗 不是你带吗 我问问他 如果说除了这个国安的伊林的几个队员之外的 还有几个 以前北京伊林队的冠军队 或者前三名队的几个队员 都非常有特点 咱们小将在去年国庆也考察过 所以这个队我认为他的实力 也是 我认为是前四的吧 这样的话 他和艾提克 一名这两个强队 必有一伤 这是一个看点 可能第二轮就遇上了 然后 然后就是梦想家了嘛 梦想家队阵是艾伦 艾伦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队员 就是十号 郑志义 郑志义去艾伦了 对 艾伦的十号 然后呢 对方还有两个小灵酒 还有一堆伊林吧 反正说 如果说梦想家跟他们踢的话 可能会也很吃力 就没有容易的比赛 这是2034 我们所有赛区 共同的感受 包括河南的李广涵的那个星图 那几斤折杀呀 是吧 这差点都没出来 所以说2034比赛非常有魅力 非常有魅力 我觉得没有一场好踢 没关系 然后接下来 因为这个11的跨级打 也不用太有太大压力 对不对 如果说11的通过北京赛区证明 从身体的角度来讲 没法抗衡 那我们在2034杯总决赛上 整个11队将会进行一定的补强 有些10的队员将会驰援 没有你 对 还有接下来这个第二个半区就是 第二场就艾提克地毯 应该是他们一个分部组的队 我可能就觉得实力可能 不如对手叫北京麒麟去做俱乐部 也就是我们的东道组 就是我们的承办方的这个俱乐部 应该也是就是那个无群组 他组的一个连队 这个连队里头我认识也很多孩子 这个队主要是北京长白虎 10队的六七个主力 然后也有一名国安10年的队员 然后这个我今天就他们来采场了嘛 我最后一直等到他们采场完 这个队伍的个人能力有点日韩范 长白虎俱乐部是跟那个韩系 对吧 然后他个人都协调性啊什么都不错 然后呢也是第一次合练 那我觉得在更后面的比赛时候 他要考验他的整体 小话是这些地方 这里头也有数 中东也有数个队员是北京 国安10会考察的队员 也是要的队员 但是他们都没去 然后我带着李子灵他们也跟他们踢过 但是他们当时上的小09和08的队员 把我们给提了 然后这个对手太空翼呢 就是这个队伍比较有什么呢 他有小09的有毛一博 毛一博小毛 然后呢还有那个谁 石子安 以前小将选拔队的 还有 对了那石子安为什么后来不来了呢 因为当时咱们也这边就是 这种的一种安排状态 我带着他们练 然后呢这个太空翼这边呢 他们又训练比较系统 他们可能说是更倾向于那边的训练 包括文静瑶 他们两个在这个队 然后还有熟悉的名字就是 那个以前在惠信的10队的中场 叫吕佳安 也是这个太空翼的 所以说 反正我们说嘛 也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 就是我觉得这两具队伍是 第一场来讲是最激烈的一场 而且是真的是 他俩如果谁突围 谁都有可能四强的水平 嗯 这支队是 这是十点半的比赛直播 我觉得这场应该大家重点关注 这场应该是火星撞地球吧 第一场 嗯 然后这个组还有起点老队员 这里头队员呢 我有些也熟也认识 但是他们 我认为没有那么多有特点的球员 就是他们的 不像中龙啊 太空翼啊 或者说艾提克10和UP 他们在10那段的优秀球员有那么多 但应该也是不错的 因为很多孩子的名字我都很熟悉 嗯 然后他们对这 艾提克的11轻队 11轻队 其实跟我们踢过很多次了 他跟10队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技术啊 或者风格的传承 直播他们的队员呢 身体啊 或者说他们也有些离开的 啊 去把11的 这个队伍也不错 我觉得这一场是 不要看1的队伍 我觉得艾提克是也有机会的 艾提克1 然后第四个半区是 清荣和环宇回联 基本上就是我们 北京的西北角的两个 就是什么说呢 老强 传统强队吧 清荣是海淀 然后环宇回联是海淀 加上昌平 啊 而且都是伊林为主 清荣有那个彭仁河 所以说 可能清荣我认为厉害一点 那彭仁河一个人 那就 彭仁河可能基本上 相当于深圳那个 那个孩子的那个 战警员 他俩很像 对 而且他俩就相当于 那个地位吧 就相当于 对 是吧 对 对对对对 的确是 嗯 最后一场 就是北京同兴 伊林和远胜一一战狼 嗯 我觉得 实力上肯定是 伊林的要强一点 身体 嗯 但是远胜一一战狼 这个球队非常有特点 嗯 他们也在一起很多年 而且他们的训练 他们的比赛战术 抖炉 还有一些特点球员 都是 都有的 比方说他10号 小花 花、花子萱 不是 你也看过吗 您您觉得孩子 还身体对抗 有那个样 所以这个 如果是战术得当 是都有机会的 啊 但是我重点 推荐的 观看的比赛 就是 明天上午 10点半 那一场 中笼对太空艺 啊 这个是 嗯 反正伊林对 北京的算 比较强的 两个队 嗯 可以 然后当然了 那个九点半直播 是梦想家联盟对艾伦 也是有看点的 因为场上有很多关注小将的 有很多小将的选拔队队员 包括我们说跟郑志毅的老队友 对吧 我们交流一下 所以再次证明呢 朱小将是一个真正开放的平台 对吧 像郑志毅 文静尧 石子安 都曾经呢是小将平台上的队员 我们也是没收过一分钱 带这三个孩子很多 但说走就走了 对吧 咱也没有说有任何的限制 也没有说任何的这个说辞 无所谓 小将就是这么一个平台 我们对得起每一个曾经在小将平台 这个出现过的孩子 我们也没有收过他们一分钱 他们走也没有交过一分钱 这就是中国做小将的牛逼之处 好吧 有的家长呢 可能走的时候能有个话 有的家长呢 抬屁股就走 这都无所谓 因为我们不是看着家长 我们是为了这个孩子 那董哥我再介绍一下下午比赛的几个时间段 让大家关注一下 下午第一场呢就是两点到两点四十五直播 有可能啊就是我认为的另一场的火山装地球 就是艾提克一灵对北京阿古 如果他俩都取胜的话 那他们在第二轮的第一场两点就会碰上 我觉得这场也是我认为都是提前的决赛 包括中龙和太空艺 我认为都是北京赛区的决赛的水平 然后第二场就是三点零五 第三场是四点十分 第五场第四场是五点十五 这是我们下午的几个比赛时间段 然后第二天的那个直播预告 我们可以关注2034V的微博 和董老师的微博 我闺女来跟我说晚安来了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 我觉得明天八点半是吧 八点半第一场 那个地方离海建里边这么远啊 七十八十公里吧 八十多公里 七十多公里 我说下午赶那板高峰两个小时来的吗 我说你开了趟长途啊 你把你把你把你现在地址给我发过来 我看一眼 不行我今天半夜我去吧 我可能给董哥发 北京麒麟世纪 我给你发过 让灰子过来 开车 我们过去 我也租过酒店 我就 我就明天早上走了 这酒店 一会下去看有没有房子 这酒店有点破 招待所 没事 咱马上出去吃点串去 行行行行啊 我觉得明天上午就去北上 我跟我媳妇部署一下啊 来 我一会儿走啊 走去 我去那个 你别别上了 我看 这我说的 我这七八十公里以外的地方 北京赛区嘛 然后就那边我住房 我整明早上开车了 咪咚咚咚的 早上我证明 好吗 我明天上午看完 因为我明天下午还得带 打那个三高嘛 就零九 咱那上午 您又能看这个一一的这几个 北京的队员基本上都能看一遍了 来过的您都都在这次 然后呢 再看看北京一龄的几个强队之间的对抗 对 我去问问文静尧 石子安他家长 为什么早上不跟我说一声 他们跟我说了 我忘了就能说了 反正我觉得 就是大家长有自己的选择很正常 他觉得 开玩笑 我知道 发给灰子了 是吧 发给灰子了 反正我觉得北京他可能 整体球队啊 比方说有些 合练很多的球队啊 可能北京那种整体的感觉啊 可能大家不要期望太高 但是一定会有很多优秀的球员 一定有很多精彩的场面 因为这孩子我真的是 就是从他们一二年级看到现在的 而且有的孩子真的 我觉得北京人才很多 虽然我是个内蒙人 但是我觉得北京的人才很多 只是说我们也在提醒我们的教练呀 我们俱乐部在培养人才上 我们可以在不断的进步 我们把每个地区的孩子都培养出来 都是为国效力嘛 就是坦白说呢 北京的球队 如果你不把小将当做纯北京的球队 其实在全国大赛 这个表现成绩 其实拿不太出手 等会儿 等会儿 对吧 没进去 不是 董哥 你看 足协当年在09年龄段 办那个希望杯 北京市在东北拿了冠军 把大连什么很多足协都干了 就是吴王他们 是吴王他们 对 吴王他们 张伯格尘 这些 然后这是09队还可以 那10队那更厉害了 在成都 李东辰 张林彤 谢贺他们 也拿了个全国足协的冠军呢 因为北京这孩子 散在一块你看不出来 他如果弄在一块 在足协这种体系里打 还是挺厉害的 还有 董哥 我再给您说 在小将的比赛 艾提克10队 拿过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全是小将的联队 就李优安他们嘛 包括八一这一批 然后呢 然后优备的11队 拿过小将一年力赞的全国冠军和全国亚军 哦 是不是 这个事情我一直信 所以说北京的队伍 我认为不差 我认为 北京为什么现在 入选什么国清 国少都 都太难了 那是09以后的好点 09以后好点 嗯 那可以 那咱们就期待着明天的这个比赛 为什么这么突然啊 啊 谁给你订个房间 他们订啊 他们是 沐尔肯订啊 沐尔肯 沐尔肯订 你们准备身份证快点 别废话 快点 几天走 几天走啊 12点吧 我们房案已经定好了 就看董哥今天走 对 那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等董哥中串 只有男人能把我勾得走 对对对 只有串能给你勾得走 好吧 对 行 那我就今天晚上过去 过去完了 明天早上八点半 不行 我就先解说 找一场比赛 我解说 去哪儿 好好好 好吧 嗯 快到湘河了 我快到湘河了是吧 嗯 好 再走五公里就是河北了 好 那你们现在去负责找 找一个地方 能够撸串的地方 好吧 行了 行了 好 一会儿见 好嘞 董哥 嗯 拜拜 把董哥都勾得出来了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关 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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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